歡迎來到進轉全球 我是黃盛凱 俗話說有錢沒錢 都要過個好年 可能就受到這句話的影響 所以中國最新出爐的春節 假期消費數據旺到不行 還改寫了歷年新高 這也替龍年經濟翻身行大運 帶來一個好兆頭 不過問題是 中國經濟沒有辦法天天過年 從2023年初解封之後 全世界都在等 中國經濟會出現強勁復甦 那等好久等啊等 終於在剛剛過去的 這個農曆春節 等到了中國消費力爆發的跡象 美國投資銀行高盛的經濟學家就表示 如果這個趨勢可以延續下去的話 那今年中國的實質家庭消費支出 將有望成長百分之六 但是中國本土的投資機構 他們自己人卻對這個解讀 非常的保守 他們強調整個春節消費回溫 很有可能都只是短暫的假期效應 那其實我們從股市的表現 就感覺到 中國A股今天龍年K市 雖然開了紅盤 但是漲幅不大 互生三百指數值上漲了 大概百分之一 這也凸顯出最新的消費數據 對信心的提振力道 恐怕非常有限 不過我們就要進一步來看到 那中國這個春節消費到底多旺呢 還讓我們用到爆發這樣的一個字眼 我們先來看到出遊人次 一共有四點七億人出遊 期間的花費總計達到了人民幣六千三百三十億左右 這比疫情之前 也就是二零一九年 當時的春節成長了將近百分之八 同時在春節期間的電影總票房 超過了人民幣八十億 我們畫面上看到這三個數字 它不單單只是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準 而且全部都改寫了歷年春節的新高 當然這次春節 他們放的八天是比較長一點 應該有一點點幫助 但是看到這樣的一個數據表現 絕對算得上強勁 不過中國的國有投資銀行 中金公司的研究部 面對這個強勁的數據 他只有強調春節消費衝高 是因為假期效應 那整體的內需消費還有待修復 這樣一個與代保留的說法 也讓人猜測 中國本土投資機構 對於他們自己的經濟 同樣都沒有信心 那就是因為我們看到中國的經濟到現在 他們的逆風還是非常的強大 第一個問題就是他們的房市 按照慣例 春節是房市交易的黃金周 而且好多的城市包含了上海 他們趕快都在春節之前 放寬了購物的限制 不過今年的春節 中國四十四個重要城市的房市交易量 居然比去年大減了四成 不只房市冷搜搜 如果我們看到車市也是寒風震震 中國今年一月的常用車銷售量 比去年十二月下滑超過一成 另外電動車產業 他們是被寄予厚望的 但是表現更慘 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廠比亞迪 他的一月銷量大減了四成左右 同時中國昨天公布了 去年一整年的外國直接投資金額 跟前一年比起來暴跌了八成 還創下了三十年來的新低紀錄 這顯示除了內需的消費信心非常低落 外資的投資信心也跌落了谷底 那中國的股市龍年開了紅盤 但是漲勢我們看起來非常溫吞 並沒有反映春節消費 創下興高的興高采烈 同樣我們看到香港的股市面對這樣的利多 一樣也在走跌 這凸顯的是投資人對於中國的消費 他能不能從現在開始恢復 或者說能不能持續下去 他們沒有信心 尤其是這樣的一個民間消費 可不可以代替出口以及房地產 來帶領中國經濟恢復強勁成長 其實還是被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我們就帶您看到中國近幾年 春節的國內旅遊總收入 在疫情爆發之前就這邊看到的 二零一千年到二零一九年 您會發現每一年都在成長 都比前一年還要更好 但是到了二零一九年的這個地方 他已經突破了五千一百億 短短兩年的期間 他已經成長超過兩成 那至於二零二零年 這邊看到是空的 因為當時中國因為新冠疫情 實施了封城 所以當年並沒有公布相關的數據 到了隔年二零一年的春節 民眾開始出遊 但是整體的收入跟疫情之前相比 你會發現落後了一大節 少了整整四成 到了下一年金額不增反減 那漲到二零二三年 這個時候就開始好轉了 因為受到整體的解封開放的影響 他們的旅遊收入出現 非常明顯的回升 來到了三千七百五十八億 不過跟之前比起來 其實只有疫情之前的百分之七十 但是你看到最新公布的 今年春節旅遊消費的總額 你會發現高出了好多 超過了新人民幣六千三百二十六億 不只超越了疫情之前的水準 還寫下歷史新高 但是這樣一個強勁的消費力道 會不會跟去年一樣 只有在假期的時候突然爆發出來 還是說今年真的可以延續到平淡的平日 各界都一直在看 不過這時候就有分析師指出 如果你不看整體的消費 你如果是看每個人平均的花費的話 其實是比疫情之前少了百分之九點五 代表說只有出去玩 窮開心 但是不花錢的消費者其實變得更多了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傾向來看 我們就會發現 它是一個藏在細節裡面的魔鬼 你會發現中國的消費信心 還是非常的低迷 曾經有經濟學家就比喻 如果通貨膨脹像是得了一場重感冒 那麼通貨緊縮就像是癌症一樣 它是一場更難根除的惡極 我們畫面上帶您看到 中國的生產者物價指數 也就是PPI的年增率 在一月下滑了百分之二點五 這已經是連續十六個月呈現了副成長 那上一次成長是什麼時候呢 在疫情爆發之後 由於當時的供應鏈斷鏈 整個貨運的運輸受到了阻礙 等等的種種原因 當時中國的PPI一度飆升了超過百分之十 但是緊接著急速下滑 從二零二年的十月以來 就持續的低於零 這代表製造業的出廠價格 已經長期處在我們剛剛說的癌症 這樣的一個通貨緊縮當中 而外界更關心的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年增率也就是黃色這條線 你可以看到在一月的最新數據 是百分之零點八 這不但創下二零零九年以來的最大減幅 同時也是連續第四個月都低於零 代表說消費物價已經是連續四個月萎縮 那距離中國官方 讓他定下來的百分之三的通膨目標 現在看起來是越來越遠 不管中國官方他怎麼否認 他的經濟面臨通縮 但是你可以看到CPI跟PPI 同時處於萎縮的時間 也就是綠色的這個色塊 其實都在持續拉長當中 這樣一個狀況就凸顯出 民眾的信心還是非常不足 導致他們的消費需求很低落 這讓中國官方他現在打算想要 透過擴大內需來衝經濟的努力 一直沒有辦法發酵 而且最近從金融時報到彭博等等的 重量級財經媒體都在警告 中國正在向全世界輸出通貨緊縮 畫面上您看到 這是中國從疫情爆發以來 過去幾年間的進口價格變動 您會發現在二零零二二年 年中開始進口價格急轉直下 那在去年一度下跌比進一場 那但是到了去年下半年 其實進口價格已經跌勢 開始收斂了 不過中國的出口價格 居然越跌越深 這反映出的是 中國他想要透過出口 來解決他國內產能過剩的問題 那出口的價格這麼的低 這些低價的產品包含電動車 就會反而壓低了其他市場的價格 其實就向外傳播了中國通貨緊縮的壓力 所以分析是說 這對依賴跟中國貿易的新興國家來說 格外的不利 前載到四七代你掌握未來七天 每天二十四小時的財經大事 首先在中國的方面 在一年期MLF 中期借貸便利利率維持不變之後 人行預料明天也會宣布 他們的LPR利率 也就是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按兵不動 暫時把支撐人民幣擺在第一位 不過我們從經濟成長 持續疲弱來看 到了下一個月 其實還是有再次降息的可能性 另外一個也很重要的是 美國聯準會在臺北時間 禮拜四的凌晨 他們會發佈一月的會議記錄 內容將會再次影響到投資人 對於利率展望的看法 可能會在全球的股債市 掀起新一波震盪 緊接著在聯準會的會議記錄之後 是AI晶片大廠輝達的最新彩報 根據去年十一月公布的財測 輝達上一屆的營收 肯望交出超過兩倍的長漲率 要是實際的表現 比財測更加亮眼 那勢必又會帶動AI的概念股 再來漲一波 那不只輝達財報會帶動AI股 其實AI題材持續熱潮之下 也讓輝達的身價大漲 輝達今年來等等兩個月 他的漲幅已經超過了百分之五十 他的市值來到了一點八兆美元 連續超車 Google母公司Alphabet跟亞馬遜 他現在是全球第四大的企業 另外以ChatGPT帶領生城市AI 風潮的OpenAI 雖然他還沒有上市 不過他的生價也真的是不得了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 OpenAI最近完成的交易來估算的話 他的公司估值已經來到了八百億美元以上 相當於新台幣2.5兆 這是比去年初暴增了將近兩倍 遠古時期的長毛象在雪地奔馳栩栩栩如生 還有海底各種奇怪生物刻畫的微妙微笑 OpenAI剛剛推出的生成式AI影像製作機器人SORA 已經在市場上造成轟動 也給OpenAI帶來源源不絕的前潮 紐約時報日前報導 OpenAI已經與創投公司Thrive Capital 完成一宗股權交易案 要收購OpenAI部分股權 OpenAI的員工能夠把手中持有的現股兌現 這讓OpenAI估值更上一層樓來到至少八百億美元 相當於2.5兆台幣 OpenAI去年也和多家創投公司達成類似的股權交易 包括紅杉資本和這次的美家Thrive Capital 但當時OpenAI估值才只有兩百九十億美元 約臺幣九千一百億 不過OpenAI成長突飛猛進 估值已經將近九個月前的三倍 已要成為全球估值第三高的新創公司 如今卻還未上市 但華爾街的金主們似乎都在佈局 近新聞綜合報導 好 現在好多的金主都捧著錢要來投資OpenAI 看到它的身價水漲全高 其中OpenAI的創辦人奧特曼 他現在有一個非常大膽的想法 上一個禮拜他就提出他要打造AI一條龍的計畫 計畫要來籌資五到七兆美元 直接跟台積電合作 要蓋先進製程的晶圓廠 自己研發生產晶片 等於說他要跳過輝達這類的AI晶片廠 不過包含了輝達的執行長黃仁勳 還有晶片業的神經人物凱樂 聽到這個奧特曼的計畫都非常的不以為然 黃仁勳就很幽默地說 你有五到七兆這麼多的錢 其實已經足夠買下市面上所有的GPU 那開發AI根本不需要這麼多錢 我們剛剛講到的凱樂 他也在社群平台上算奧特曼 他說我不用一兆美元就可以辦到 不過我們講到奧特曼會有這麼大膽的想法 其實就是因為AI的應用快速發展之下 對於硬體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 上次OpenAI上禮拜就發表了新AI工具叫做SORA 使用者只要給它文字的指令 它就可以迅速生成符合主題 而且風格的影片 這個擬真程度你一看到 讓全世界都驚呆了 毛茸茸的可愛怪物 幾眉弄眼等著你幫忙取名 不用擔心狗狗會掉下去 因為它一定可以成功跳到另一個窗口 生成式AI這次要幫你實現腦海中的想像 微軟旗下OpenAI 正在開發一款名叫SORA的新系統 能跳脫文字變成靜態影像 這種生成式AI內容的框架 讓使用者輸入文字就能產生逼真的影片 簡單切重要點的描述 就能產生臨場感十足 最長一分鐘的影片 不過玩家提醒 指令要精確 不然還是有可能產生 像是例如在跑步機上 跑錯方向等等不合邏輯的畫面 業界認為生成式AI內容 未來勢必會大大影響娛樂業跟廣告業 彭博社分析 這種讓創作變快的工具 也可能幫忙散佈假新聞 必須受到重視 OpenAI表示 在推出SORA的同時 也正在研發相關工具 能夠幫助偵測 辨識出AI所生成的內容 今新聞這位李總好報導 奧特曼跟台積電的合作 會不會成真 這還有在討論 不過日本跟台積電的合作 已經如火如荼的展開 熊本場在這個週末 就要盛大開幕 國籍航空公司最近把目標 鎖定在台積電的設廠效應 趕快要緊急調整戰線 順便藉此來應對 台灣到中國觀光的淨團令 像是我們講到華航 它就針對熊本航線要增設的航班 長榮航空也擴大了九州的航線計劃 不過在二十四號 台積電開幕的當天 包含星宇跟華航的機票 幾乎都賣光光了 剩下的機票呢 價格漲到不行 觀光署在恢復中國淨團令 也讓國際航空調整戰線 瞄準商務觀光並行 將目標轉往日本 淨團令之前的話 他們都已經有針對東北亞 東南亞市場放大機型 二三線航點有增搬 這些早就都有安排了 那中國大陸他如果沒辦法正常出團的話 的確有可能在這方面 再增加航班的密集度 尤其在台積電設廠帶動下 熊本成了航點新商機 華航桃園飛熊本二月底開始 從美洲四班增加為五班 三月底飛福岡九州也全面增班 而長榮同步擴大九州和二線城市佈局 三月六號開始增開桃園飛 日本松山美洲兩班 高雄飛福岡美洲也有七班 眼看台積電二十四號 將舉辦日本廠開幕典禮 現在連機票都一味難求 國內兩大航空華航和新宇 在疫情過後都有增設直飛熊本的班機 最低票價來回一萬有找 但隨著二月二十四號 台積電熊本廠即將開幕 一張單程機票也翻了兩到三倍 打開搜尋網頁找牙找 新宇航空二月二十四班機全售完 二十五號也只剩下商務艙 至於華航二月二十四同樣銷售一空 前後兩天單程機票漲破兩萬 開幕志當天將由台積電創辦人 張中某領軍 日方更是由岸田文雄親自出席 從這次日本的出席的名單也顯示 對方也相當關注 那麼台積電在熊本廠目前的 整體的一個投資狀況 日本也希望藉由台積電 他在熊本廠的一個量產 重返半導體榮耀 那麼這樣的一個位置 隨著開幕志逼近 貴賓名單也出爐 除了台積電三巨頭 張中某 劉德英 魏哲嘉 臺灣也將派出國發會主委 郭明星 日本關係協會會長蘇嘉全 和駐日大使謝長廷出席 至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家子公主也都有望出席 藉由台積電設廠效應 也進一步加深台日友好關係 記住黃潔 黃榮 怎麼報導 我們講到中國有通貨緊縮問題 那臺灣是面臨了通膨增溫 台電傳出呢 將會從四月份開始調漲電價 這次包含民生的電價 都要納入調漲範圍 那原本的調漲標準是用電 七百度以上 這一次可能下收到 五百度以上就要來調漲 預計會影響全國超過三百萬戶 另外在高壓用電大戶方面 包含了大型綜合零售業 半導體產業 他們可能都得承擔超過一成的漲幅 不過台電也說明 一切都要等到三月電價 審議委員會之後才會派白營燃 走進社區大樓 公共設施 交易廳 KTV包廂 從燈光空調到半場設備 每樣通通是耗電源燒 這是泳池的過濾桶 頂樓游泳池設備 即便只在夏天才開放 但每週還需要固定換水 過濾設備用電用的燒 尤其現在又有消息傳出 台電預計四月份開始調漲 民生用電電價原本只有700度以上調漲 可能調整為500度以上 粗估影響大約300萬戶 一旦電價調漲 不排除社區電價開銷 可能多出好幾萬 但現階段不會因此調漲管理費 而專家認為 電價調漲 迫在眉睫 外界擔心一旦民生用電也調漲 可能連帶掀起民生漲價潮 另外高壓 特高壓用電大戶 像是工業 大型綜合零售業 半導體產業也得承擔最多調幅 漲幅可能達到一成 半導體業甚至面臨被取消電價補貼 有委員那邊開會之後才去決定 到底電價調不調 那是怎麼調這樣 還是要靜待這個整個審議會的這個 召開之後才能夠確定 儘管經濟不表太支持台電 漲電價 但最終還是得等三月 電價審議委員會排版出爐 我們今天會開始提到中國今年的春節電影 不管是票房人次場次都打破了歷史記錄 而票房前三名剛好都在講 比較勵志的這樣一個故事 看起來中國人真的很需要鼓勵 其中最賣座就畫面上 您看到的是喜劇熱辣滾燙 他的累計票房已經超過了人民幣二十六億元 超過二零二三年張藝謀指導的作品 滿江紅 同時也刷新了中國春節檔期的票房記錄 你時間了嗎 時間了呀 蔣樹在家宅了十年 因為認識了全級教練 展開人生大改造的勵志故事 中國新春褐歲片熱辣滾燙 繼續稱霸中國票房排行榜 上一至今已經賣破二十六億人民幣 超過新台幣一百一十四億元 早已是中國一線女主持人的賈鈴 這次自導自演也親自減肥 成功瘦了五十公斤 電影真的不是講減肥 但是我又確確實實瘦了一百斤 不過中國觀眾也能體會賈鈴的用心 很多網友都表示 看完之後感覺熱血沸騰 心熱熱的就跟片名一樣 而新年需要新的鼓勵 覺得他賽車還沒準備好 但我已經準備好了 同樣以搞笑勵志為噱頭的 《飛驰人生2》 票房也已經超過新台幣一百億元 而在兩大喜劇的帶動下 中國二零二四年春節檔期 總票房突破人民幣七十八點四三億 大約是青台幣三百四十五點三億元 在全球串流平台持續優化的狀況下 中國電影二零二四春節檔期 竟然能寫下奇蹟 分析指出中國的三四線城市 仍持續熱愛電影院 不過還是有電影慘遭滑鐵盧 我在寫的時候就滿腦子都是 樓的王 就想送黃哥一個禮物的感受 劉德華主演的紅毯先生 被中國網友形容幽默有深度 但不適合過年 票房不如預期 只短短上映八天就慘遭下檔 看來中國春節票房創新高 但劉德華的春天可能不在中國 金新聞綜合報導 休息一下 繼續進展全球 今晚國際間都介入 斡旋廳火協議 但是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不接受 而且還公開反對國際任何 單方面推動巴勒斯坦 建國的行為 以色列官員甚至揚言 如果在摘戒約之前 不放人質的話 他們要持續進攻拉法 批評哈馬斯提出以人質 交換停火的要求 簡直是妄想 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強調 不會派代表到埃及 參與進一步的停火協議談判 同時明言反對任何單方面 強行推動巴勒斯坦建國的行為 以色列戰時內閣成員 甚至揚言哈馬斯 如果無法在3月10號 摘戒月前釋放所有人質 將持續進攻拉法 路上隨處可見 以軍戰車 以巴衝突 戰火延燒 約旦和西岸 也難逃連帶衝擊 自從雙方開戰後 當地暴力衝突 屢屢升溫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 高級代表波瑞爾示警 約旦和西岸的緊張局勢 成了以巴雙方和平的重大障礙 以色列在加薩南部持續猛烈進攻 再次攻入醫院 當地的納瑟醫院是加薩第二大醫院 先前甚至遭受長達數個小時的猛烈抛擊 在戰火籠罩之下 因為缺乏燃料 如今只能完全停止服務 缺水缺糧的日子 讓加薩民眾苦不堪言 而在這個緊要關頭 援助工作持續受到以色列白班阻撓 聯合國也憂心援助資金 將面臨斷吹 加薩人道危機 質疑惡化 近新聞 林資理 朱佳麟報導 喜歡節目內容 歡迎加入臉書粉絲團按讚分享 最後帶您到南極看企鵝 進轉全球感謝收看 我們下回見